唐代的时候能把华亭县划出来 就是有钱人家二代开始分家产了 根据唐李吉福所著的原和郡县图志记载 苏州 吴郡 景 开元户 68,093 乡 118 原和户 108,08 管县西 吴 长州 嘉兴 海岩 长熟 昆山 华亭 开元是唐玄宗的年号 那时候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 好听开元盛世 但在他在魏末期的安史之乱 又是导致盛唐衰败的主要原因 原和又是唐县宗里存的年号 它改变了在安史之乱后一度翻证淋漓的局面 短暂的恢复了中央集权 只称原和中心 唐朝的县分为赤 积 望 景 上 中 下 七个等级 其中赤县和积县是金兆府或金兆郡辖境年的县 也就是金城所管辖的县称为赤县 金城的庞义称为积县 其他金兆以外的县 则按户口多少 部署程度划分为望 景 上 中 下 几个等级 而苏州所致的极限 古屋 长州 嘉兴都是旺县 长熟 昆山是景县 海岩和华庭都是上县 苏州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 人口互数增长了将近百分之一百五十 有资格重新在制内划分新的县出来 那么对华庭县的描述是这样的 华庭县 上 西至周二百七里 天宝十年 也就是七五一年 吴俊太守 赵俊珍 奏戈 昆山 嘉兴海岩三县至 华庭谷在县西三十五里 陆迅 陆亢 宅在其侧 迅封华庭侯 陆鸡云 华庭鹤丽 死地是也 至此上海地界上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县级政权 正式成立了 最终它演变成为了现在的松江县 松江区